經濟大環境疲弱 大本港有一個行業 今年半年業績同樣是備受壓力 說的是零售 簡直是下午公佈了業績的商場收租股 氣勢就是14% 業績之前跌1% 看到下午公佈業績之後 股價由跌轉升 升4% 現在仁耐高位附近都升一半成 到達11.44 超過一個月高位 都一起看看到底有什麼原因 令到它的股價可以做得這麼好 大數方面它純利是4.2億 多賺1倍 但其實因為物業重股虧損大幅收窄 去年是7.5億 今年是1.9億 如果單體基本日利 其實跟其他同業一樣都是向下 不過希臣微跌 跌0.7% 物業重股虧損這方面有少許特別 因為其實不少的地產收租股 都是大幅上調他們的物業重股虧損 就同樣以同牛灣做主場的一個 九龍倉事業為例 如初出了一份刑警 人家上半年的物業重股虧損 就有11億3300萬 大幅擴大虧損44億2600萬 為什麼希臣反而是收窄呢 它對前景是否很有信心呢 其實未必跟前景是有關係的 因為物業重股通常都是由當前租金 去估計價值 可能就去向下那個收定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 近這幾年 其實你做重股 基本上都是向下估計的 即是你今年估計的物業價值 一定比去年為低的 只是低的幅度 即是根據租金的變動來定 可能有機會 其實大家對於那個修正的節奏 有少許不同 可能其他的同業 可能之前那個向下修正的幅度比較小 現在這次的修正幅度比較大 然後希臣 可能就是他上一次重股的時候 那個修正幅度比較大 然後那個修正幅度比較小 但是一般我們看這些收租股 或者看一些這樣的物業 或者是發展商 一般都不太看物業重股的價值 因為這個基本上都是非驗筋的 即是你不可以當作重股 當作是自己收入 因為你一天未賣的話 其實這個無論你有很多的規算 其實都是沒有實現的 當然如果你說現在這刻的市場不好 如果你大幅向下修正 那個價值的話 的確就對於你的股價 或者投資的觀感 會有少許影響的 所以你犧牲今次那個 就是向下修正的規短幅度減少 可能就是他期內 其實租金的變化未必這麼大 可能真的稍微向下跌 所以你見到他撇除這個重股以外的一些中金收入 其實相對地來說都是比較穩定的 即是不關於這個重股市 那會不會關於派息股價升這麼多 即是他的基礎盈利未跌 但仍然維持派息是27先 那見到這個預測的股息都超過10厘 講的是九倉之業6厘 太股地產7厘 即是在半港收租股裡面 其實都算是數一數以高的 即是會不會是派息 對於5後的股價有大的幫助呢 我相信這個是主因來的 雖然就真的賺少了少少 還有這個環境下 它仍然就維持那個派息 即不是說維持那個派息比率 是維持絕對的派息金額 其實跟去年一樣 如果是一直維持下去 你看看本身的槓桿 債務的比率也都低 現今方面其實都支持到 起碼在現在這個環境下 都可以支持到這個利息分牌 所以大家可能對於這麼高的息 其實真的有一定的吸引力 其實股價都見到不錯 都升成半成 高位都上過去11.46 成交都有配合的 可以怎樣部署 不過見到其實都在捱一把天使 如果看回拉遠來看的話 其實在二、三年四月跌穿之後 都沒有再升穿過 即是不可以成功站穩 今次這份業績 有派息支持之下 可不可以站得上去跳一把天使 有難度的 因為始終跟整個趨勢是有關係的 因為它很難一枝獨秀地 即是突圍而出 整個地產市道 即是本港地產 零售 寫字樓 其實全部都在向下的情況下 所以大家都覺得 這一刻 其實還能維持收入 或者是利潤 還有派息 但是不是連年都是這樣 我想整體本港的經濟的形勢 沒有什麼大改變的情況下 其實欺慎或者其他的一些 那些物業收租股 我不相信股價是會轉勢的 只是你說短期 即是有個牌股息 然後業績又比預期為好 所以出現一個反彈 我覺得是合理的表現 這下我想有機會試試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到12元左右 這些位置 都快問問 其實幾隻的本地收租股 會不會 其實現在看到了 希甚會不會叫做直撥一些 當然 大家都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下 大家都是看著息 哪個息高的 哪個穩定的 那就買哪一隻 這樣對比一下 似乎欺慎在這方面是稍微佔有的